堂哥在工地欺负堂弟 堂弟气不过 回家把堂嫂给完了 堂嫂完高兴了又不愿意跟堂哥玩 堂哥只好去发廊找别人玩 最后得了一身病 堂嫂直到后一脸嫌弃 砖头继续找堂弟玩 很快堂弟的身体就遭不住 他一怒之下直接把堂哥给嘎了 好家伙 就问你萌不萌 这三人的关系比我们家电路板还乱 听不懂的小伙伴可以先拿笔记下来 晚上没试堂被窝里慢慢累了 时间回到2015年5月4号 苏州入职派出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警方立即派出警力前往案发现场 该地点位于苏州市某辖区的一处饭店内 大厅里一名40来岁的男子 已仰卧姿势躺在地上 周围遍布血迹 通过法医出部检验 判定受害人为失血过多而死 伤口在脖子的动脉处 从宽度和长度来看 凶器应该是一把菜刀 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 发现饭店里并没有发生过打斗的痕迹 也没有财务失踪 因此他们判断这是一起熟人作案 受害人在午休的时候被凶手一击毙命 据调查死者名叫童毛 年龄45 是这家饭店的老板 一种假设出现在警方脑海里 童毛会不会跟店里的老夫客闹了矛盾 从而遭到对方的报复呢 随后他们便准备对周围居民走访 列出一个经常来受害人店里吃饭的人员名单 并逐一排查 但就在这时报案人的一句话 却让警方打消了这个疑虑 原来拨打报警电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受害人的妻子黄某 据黄某描述 事发前他们夫妻俩还跟堂弟一起在店里吃饭来着 期间好闺蜜来找黄某逛街 他就先走了 结果一回来就看到丈夫被杀 显然这名所谓的堂弟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询问黄某 在此期间堂弟是否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女人想了想并没有 但值得一提的是 他跟闺蜜逛街的时候 堂弟曾打来电话催自己回饭店 但黄某正逛得起劲呢 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去 听完报案人的描述后 警方对这名堂弟的嫌疑再次增大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展开调查的时候 嫌疑人居然主动自首了 据堂弟供述 他跟堂哥的关系不太好 如果不是自己在老家混不下去了 再加上堂嫂爷一直催促他来店里帮忙 男人是不可能来苏州投奔两人的 原来早在多年前三任就结下恩怨 那时的堂弟高中刚毕业 没学历没技术 只能跟着堂哥去工地搬砖 两人相差了整整一轮 因为对方早早的就出来混社会 如今已经当上了包工头 他想着两人毕竟是亲戚 堂哥多少会照顾照顾自己 结果恰恰相反 每一次有脏活累活的时候 堂哥都会让堂弟干 他想着干就干吧 除来乍到总要吃点苦头 结果让堂弟没想到的是 眼看在这干了两个多月 堂哥硬是没提工资的事情 眼看在拖下去自己连饭都吃不起了 他只好去找堂哥说道说道 结果却被告知自己是学徒的身份 不收他学费就算了 还想着要工资 不仅如此 后面转正过后 堂哥也会以各种理由客扣工资 要是换成其他人 他估计早就上去跟对方干价了 葛堂哥毕竟是自家人 这事要是被传出去 自己都没脸回老家了 但他心里依旧记恨堂哥 想着用什么方法报复一下对方 最后将目标放在了堂嫂身上 堂弟趁堂哥不在家跟堂嫂发生关系 随后两人又互相推卸责任 都说自己是被勾引的一方 但不管怎样 他们都越过了道德的底线 两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堂哥的婚礼上 看着面前这位面容娇好 身材高挑的的女子 她百思不得其解 黄某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 为什么要嫁给又老又丑的堂哥 而自己既年轻又帅气却一直单身 忽厚没多久 堂哥就当上了包工头 并在某工地承包了一个大工程 她叫上自己的妻子还有堂弟帮忙干活 三人就这样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预见的相处下难免会心生好感 再加上她与堂嫂同龄 慢慢的两人就明白彼此的心思 这天堂弟吃饭完后出来溜达 发现堂嫂一个人躲在外面偷偷哭泣 她一脸关心的上前询问 这才得知堂哥一直都有家宝的习惯 每次喝醉酒都会打老婆 为此她不止一次劝说堂哥 但对方却让她别多管闲事 堂弟无可奈何 毕竟这是家室 她一个外人也不好插手 只是每次堂嫂被家宝后 她都会发去关心的短信 虽然是只言片语 但在女人眼里却饱含关心与温暖 随着时间的流逝 黄某也对这个善解人意的堂弟有了好感 最后水到渠成的发生了关系 事后堂弟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懊悔 每每看到堂哥时她都莫名紧张 只能通过低头干活来掩盖自己的心绪 黄某也同样如此 她知道自己的行为对不起丈夫 所以两人决定把这份秘密深埋心底 但事情很快就发生了转折 没过多久堂弟在外面谈了女朋友 比堂嫂更年轻更漂亮 这天她将女友带回家介绍给两人认识 黄某嘴上说着祝福的话语 实则心里早已萌生醋意 俗话说得好 得不到得永远在骚动 自从得知堂弟谈了女友后 黄某的占有欲就越来越强 不止一次提出过要跟她发生关系 但堂弟是个有原则的人 绝不会做出背叛女友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这是让男人彻底明白 自己必须尽快和堂嫂撇清关系 直到这天因为工资的事情兄弟俩闹毛 她一气之下回了安徽老家 后面夫妻俩也离开工地 前往苏州开了一家饭店过日子 本来一切都挺好的 然而2015年春节期间 黄某忽然在床底下翻出几张纸条 她一看是购买艾滋病药的发票 女人瞬间感觉天塌了 在黄某的不断逼问下 丈夫终于说出了事情 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不过嫂子 可有的人玩着玩着就上头了 为了能跟嫂子私奔 手起刀落直接将堂哥一击毙命 故事发生在苏州市鹿直线 这天清晨 黄某像往常一样起床收拾家里的卫生 意外在床头的墙缝里发现了几张收据 她打开一看瞬间傻眼 上面显示丈夫近半年内不止一次购买过 治疗艾滋病的药 黄某拿着单子大声质问 这才知道对方竟然一直背着自己在外面花天酒地 久而久之就染上了这种病 女人听后大为恼火 完全不敢相信丈夫竟然会背叛自己 那天夜里两人大吵了一架 黄某独自外出喝了一些酒 车叶难眠之际想到了曾经的老乡好 也就是自己的堂弟 男人得知嫂子的遭遇后即为心疼 劝她尽快跟堂哥离婚 两人好远走高飞 结果却遭到了黄某的拒绝 她已经不是小姑娘了 不会被爱情冲昏头脑 喜欢一个人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堂弟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 日常开支都是个问题 何谈私奔 案发前一个月左右 黄某给老家的堂弟打去电话 得知男人还没找到工作后 便让他来店里帮忙打下手 堂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每天勤勤恳恳认劳认怨 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堂哥认可 还天天被数落 久而久之她便对堂哥怀恨在心 案发当天三人一起在店里吃饭 期间堂哥和堂弟都喝了不少酒 饭桌上她又开始数落自己的堂弟 男人越想越气 之前她在堂哥工地上干活的时候 欠了一大笔工资到现在都没发 说是手里没钱了 结果转头就在苏州开了一家饭店 如今叫自己过来帮忙 又是这富高高在上的样子 她真的受够了 决定报复这个吝啬鬼 酒喝到一半时 堂嫂跟闺蜜出去逛街 店里就剩他们两个 堂哥美滋滋地回到卧室准备试角 烂摊子留给堂弟收拾 她怒从中来 走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 狠狠地朝着堂哥的脖子砍了过去 男人当场逼命 前面提到黄某在跟闺蜜逛街期间 曾接到过堂弟的电话 而她之所以让嫂子回来 就是为了商量私奔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对方却匆匆将电话挂断 她认为自己的一片痴情被无情目视 心中便没了逃生的希望 作案后几个小时便来到警局自首 但是已至此 等待她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